鏡頭前這位身穿韓服的甜美女孩 是位韓國的YouTuber 翻唱歌曲的學歷吸引不少粉絲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 她的外貌其實是由AI技術打造 只有頭髮聲音和頸部以下的身體是真實的 你以為湯姆克魯斯也開始玩短影音了嗎 其實這是由比利時電影後製特效專家製作的影片 使用的技術就是2017年問世的Deepfake深味影像 能將一個人的面容換到另一個人的臉上 雖然人工智慧創造更多可能性 但背後的隱憂也隨之浮出 透過伊花揭幕的技術 製作出當事人不曾說過的話或行為的影片 成為操縱輿論 製造假新聞的利器 損害當事人的名譽 作為人類人們 我們有一個反應的反應 我們相信他們是真實的 所以Deepfakes可以批准 我們已經有深刻的不信心 在政治家、商業領域 和其他影響的領域 在人工智慧蓬勃發展之際 背後存在的隱憂不如忽視 2019年美國維基尼亞立法機構規定 散播Deepfake影片將面臨懲罰 各國不少學者也站出來呼籲 全民都該正視這個議題 新唐人的電視 趙婷鈺 整理報導